第1军情作者 志松 据菲律宾商报26日报道称,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洛克25日在加雅原理奥洛市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 如果我们使用向阿基诺总统所用的武力,这将会导致我们目前所尽力避免的战争发生。 洛克还说,我们不要忘记,那是阿基诺总统通过派出海军,率先将该地区军事化,针对对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批评。 洛克则回应称,杜特尔特的战略将为中非海上争端,提供解决方案, 总统不会为自己对中国所采取政策做出任何道歉,正因态度友好,现在才能扩大与中国的合作领域。 此前,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,也指责前总统阿基诺,对南海问题处理不善,强调是他们阿基诺政府的处理不当,导致两国关系紧张。 通过菲律宾两位高官的共同指证,我们不难得出结论,南海军事化的黑手就是阿基诺三世,这也是继美国之后,一个最重要的破坏者。 事实上,正是因为美国和阿基诺的狼狈为奸,南海才有了所谓的军事化问题。 此前,这根本不是问题,美国需要阿基诺政府在前面冲锋陷阵,大肆炒作,才方便以自由航行为借口,加强南海的军事存在。 而阿基诺政府则因为有美国撑腰,才在南海问题上肆无忌惮,对中国漫天要价,成为破坏中非关系的罪魁祸首。 那么,今天南海方向存在的一切困难,美国和阿基诺三世都难辞其咎,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。 目前,阿基诺三世的处境并不乐观,因为720亿批所支出加速方案严重违反卸法精神,马马萨帕诺镇屠杀事件,指44名警察遇害,篡毒职权等问题,面临指控。 分析认为,牢狱之灾可能在所难免,作为菲律宾前总统,不对菲律宾国家和人民利益负责,由此结局也算是情理之中。 此外,阿基诺还一手主导了南海仲裁闹剧,给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,带来了极大麻烦。 总而言之,这个人无论对内还是对外,都做出了一些严重有备常理的自私自利的行为,而今,不过是多了一个罪名,那就是南海军事化的黑手。 如果没有阿基诺三世的积极配合,美国究竟还能否出现在南海?真是个未知数。 菲律宾高官之所以就是重提,在强调南海军事化的责任,在于阿基诺三世,根源在于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,正极力攻击杜特尔特政府的侵华政策。 他们无视中非关系走近给菲律宾带来的极大利益,而是暴首冷战思维,或者为与外势力摇旗呐喊,诋毁污蔑杜特尔特出卖主权,这当然难以令人接受。 那么,杜特尔特政府必须追本溯源,进行反击。 事实上,所有的问题都是阿基诺政府造成的,老杜的努力不仅不被认可,还被攻击,何其可笑。 不过,这从侧面也反映出,菲律宾内部的反对势力依然猖獗,除了美国利益的代言人,还有阿基诺政府时期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余孽,需要加强清理,否则,只会破坏中非关系大局,影响菲律宾的正常发展。 阿基诺政府已实的错误,影响是深远的,不仅对菲律宾的对外政策,造成极大破坏性影响,对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构成极大威胁。 南海军事化的责任,根源就是美国和阿基诺三世,这点必须得认账,也应该付出代价。 给历史一个交代,声明,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,为尊重原创,转载请标明出处,微信公众号转载,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,敬请配合,第一军情开通抖音账号了,请大家多多关注哦。